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是不是 我沒有否定什麼或怎樣 跟你懂得多 你看事情就知道得多 是不是 以前可能會怪這個社會不好 怪是真的不好 可是其實後來突然想到現在是民主時代 民如果不好 主人不好 老闆不好 公司會好嗎 會好嗎 以前是專制時代 皇帝不好 我當然回來了 長完了 你看大陸 中國大陸以前被我們笑的 我們來跟台灣去做爆發布 台灣去以前演繳目的時候 大陸都算什麼 對不對 我們還有亞洲四條 才成幾何時啊 大概才你們出生的時候吧 對不對 是不是 現在他跟美國在對戰啊 憑什麼 他如果是民主絕對不行 你就看到菲律賓 馬來西亞這些 最近還比較像一樣 那菲律賓很早就民主啦 比台灣還民主 菲律賓也曾經比台灣 可是你看現在有多少非勞 那有些非勞是大學畢業來的 有沒有 你是不是知道 是不是 對啊 這就是台灣的一個接近 那大陸會起來 不是他多優秀 他是極權的 他碰到老闆優秀 很快就起來了 因為大家只好聽他 台灣呢 除非大家都很優秀 不過大家都不優秀 我一票 你一票 優秀的人少 不優秀的人多 我這樣會好嗎 最好是哪個不優秀都不去投票 那通常都是優秀的就不想投了 對不對 你們覺得無力 是不是 你要不要聽關你的朋友 或者誰不想投票 通常不想投了 你可以去問一下 教育程度比較高的 這個 我們班好像沒有社會系或什麼系的 這些都是很有趣味的社會現象 可是很早看人家調查研究這些 為什麼 因為怕得罪人民嘛 有些事實是很殘酷的 可是事實決定身相啊 這 你看就好像以前是專制 是不是臣子就會包皇帝的腿 包皇帝的腿 本事太明嘛 民主也一樣啊 怕得罪人民流失選票 所以有些不能講嘛 不能研究嘛 人民的醜陋不能揭發嘛 揭發了嘴鳥女 也沒飯吃 結果像以前得罪的老闆 得罪了皇帝的腿 那現在的皇帝沒有皇帝的皇帝 以為是蔡總統嗎 還是什麼 蔡總統也是靠端來的學調 所有男朋友施捨了嘛 因為他要去拜託 拜託 給我 給我 我們賺錢 我們還沒有拜託對不對 老闆不給我們薪水 我們還可以抗你 他是要拜託來的 跟乞丐一樣起泥的 要來 那你如果給票的人 程度不好 做得怎麼樣 像不是有時候嚴重的 還有會選嗎 不就更慘了 像這個配分 像第一題好了 此地有叢山敬禮 貿尼修酒 你在那個叢 三 甚至三 我想沒有人會解釋三嘛 如果在山之上面解釋半天 你要拿幾分 至少此地有叢山敬禮 比較可以講的 第一個一定是領字 對不對 他沒有三字頭 可是假如這一題你領都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給你過關 他這一題我就不能給你過關 這一題不是光這一句 因為人家會說這個神連領都不知道 你讓他過關 假如跟我有時候打來做文章 對不對 懂不懂 所以比較說 為什麼我其他都打很多 分數那麼少 所以我為什麼給你兩個分數 一個時得分嘛 假如你有些致命傷病 你都不知道這一題我可能只能給你五分 你不能幾個 可是你其他又達到那麼多 我又怕你分數太少太難看 甚至到時候救不回來怎麼辦 想我再給你一個泡泡啊 對不對 其他的要再加回來 可是只能跟你講 你這個時得分沒有圈起來的 現在曾經公布了 你們馬上滑手機啊 課程的那個首頁 我們課程首頁 你可以看到你曾經有一個時得的 加分的就是這樣 時得就看你到底時多少 當然你實力可能不會那麼差啦 也許就是要命的地方出錯 可要命的地方出錯就好像社會新聞 有些人形象很好 突然出去偷信 別人要派他一下阿祭司 犯人要命的時候 你做再多好事 阿祭司好像也很難彌補啊 是不是 偷偷划進化 Hotel 阿祭司的故事已經 不有名了 花了幾年了 阿祭司知道是誰嗎 他還知道 所以這教材其實也要更清楚 那跟大家講一下 沒有 所以要你有你的立場 我有我的為難 大家都要考試的 要經濟起考驗 可是你如果分數拿得低 不要虧信 因為你碰到的是這個老師 嚴師出高度嘛 你的五十分也許是別班八十分啦 可是不管是幾分 重要是懂不懂 會不會 真懂假懂 人家拿八十分結果領怎麼講 不知道他只知道領通靈 不知道原來不守犯一患就可以了 你知道就不一樣了 要立加 一開學就跟你們講 那個 大學只講道你求生你的印法 還有等一下點名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東西是什麼 你的名字可能會被標顏色 標上綠色 雖然我不是民進黨的 因為我考試我都標綠色 我考試時間 標綠色的你要自己找我 社會補導你不找我我也會找你 可是我找你當然只是有限的資訊啊 這樣有些等一下我會跟你們講 那個 用你email或者那個hand out Google就是有一個叫hand out嗎 那個視頻當然我相信也會很少人用 主要就是喔 要用講的不能打字的 你line也一樣 微信啊 line對不對 神力群 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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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法有喔 然後我沒看到 所以喔 平常叫你們寫slite dough 也沒有人要寫 然後 有些不是還講一些閒話對不對 有些說老三日的外話太多 你看給你們slite dough 有些東西也不是留那些閒話 在上面 那你跟考試 考試了你交出來的 我交給分數了就死了 你為什麼不平常給問你喔 這一題你怎麼答 老師這一題我期中考期末考可以拿幾分 你這樣子就知道該怎麼寫 你能拿幾分 你等到期中考考試來了 又無法幫我起手無本大浪波 平常都不利用 平常都沒問題 像加我lite的有幾個同學 可是也從來沒問過問你 他不知道在加加什麼要請假用 我講過你在那請假 我不承認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就這樣就加了就算了 蕭惟中 實話 這裡的含右啊 剛剛我已經看到了 有實話在 只有裡面 浴線你看 明確 所以你那個實得分一定會 然後你沒有讀 如果我想清除外面頁 一定會死掉實分嘛 所以你可以稍微再加10分 就知道你的實得分 也許你才有實得才50 加10分就剛好幾個60 可是沒有圈起來的分數 可是我算總分 當然就算圈起來了 我會選b的分數已經 加in 我為什麼要弄兩分數 我以前剛開始還教的書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啊 後來覺得不太對 給太多 人家問我這樣也可以及格喔 我也回答不出來心虛 給太少 好像也不對嘛 對不對 這樣的話也錯了你能不能學習的那個 好吧那乾脆就給兩個 對不對 多的對你們有交代 少的對 來質問我的有交代 是喔 我沒讓你他及格啊 可是你看他其他還是有答 你不能給他那麼少分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可以交代過去 相寫 可是胖 為什麼寫那麼多還會不及格 就是 該寫的你不寫 就是該懂的你沒懂 那當然就是不及格 像剛剛隨便舉個例子 崇山內裡茂林修族對不對 這茂林修族一定是修嘛 因為他那個修不乖乖寫三撇他寫這種 那一定茂 其次是茂嘛 林漢族是絕對你不答 我也苛求你嘛 對不對 雖然說每個字最好都解釋 可是不解釋了沒有 你解釋還苛求這種老師才要被詩詢對不對 這個問題 我想你們也 這個都不用講了沒有 幾乎每個人都做到 表示你們也懂這個配分的原則嘛 不會去花時間去講林漢族 可是那個後來的時候 此地有茂林修族的一般同學 就說這裡有茂密的樹林和修長的竹子 甚至有的同學說這裡有茂密的竹林就結束 他把林跟竹湊在一起 對不對就編一個答案 這個答案對不對 不能說錯喔 可是他是不是只看到一面 對啊 林跟樹可以湊在一起 這是文學語言嘛 他不是科學報告 可以啊 可是只有這種儒法嗎 我如果說茂密的樹林修長的竹子可不可以 也可以嘛 其實那個答案不是盡善盡美的答案 你不能只看到一端對不對 只看成茂密 可是達成茂密的樹林 當然修長的竹子行不行 那露營喔 還是不夠好啊 為什麼 上課也講過你們一定秘資料 沒有實境秀一定都有 就是露營純正嘛 我才給你這種 你忘記文學還有一個叫護文 通常改你們考驗有同學還常 亂用這個詞為護文 互相的護 入合各的護文章 護文建議 上下文要併在一起看 才看得到他要表達什麼 你茂密的樹林 或者森林修長 通常我們講樹林森林 都是講樹幹還樹林 樹木對不對 對啊 修長的竹子 可是你這個讀法是不是科學讀法 原文是這樣 文學你是不是要混在一起 樹林有沒有修長 是矮樹 像我們旁邊那個森樹嘛 是不是也是可以修長的樹林 不一定要修長的竹子吧 對不對 竹子可不可以茂密 可以吧 所以茂陵修竹 茂也可以修治竹啊 它雖然是寫茂陵修竹 你讀成茂密的樹林修長的竹子 因為你是用科學的讀法 對不對 呆呆的一個 你忘了還有更高層要混在一起 然後最後對錯問題毀二座 這三個答案是不是都對 你三個都答是不是就是最高分 你只答一個就能拿三分之一分呢 是不是很合理 大學是講的懂了嗎 為什麼講大學 這才叫大吧 也要只知道一個 就像蝦子摸象只知道一個 其他兩個都不知道 就好像你出去以後要賺什麼好 或獲取什麼利潤 你拿那個概念只拿三分之一嗎 丟掉三分之二 香結 離香結不在 知靈 還有一個最長幾乎都錯了 是不是別管優惠 你怎麼答得那麼差呢 有沒有很可憐 像剛剛講茂林修徒嶺是沒有三字頭換步驟 你就可以講第二題對不對 取舍換書盡照 可見王羲之男年輕是這一篇手稿的嗎 寫自傳有給你看到他的手稿嗎 他很多都寫錯別字嘛 該寫步手的不寫 像取舍把取就加了一個手 走步 對不對走路的走 蛇呢 該他提手旁他又拿掉 寫成素色的色對不對 所以茂林修徒那個 崇山俊年的領派是這樣 你說拿第二題 你看題目都發給你了 考試這個有現成的拿來做引用 你說你這一題要不要加分 就像寫論文 你會引用一些相關的證據嗎 來證明這個讀法是合理的 不是說我編一個九陽神功 可以亂換步手 可以亂換 這裡可以這樣讀 像我們很有名的不能欲之欲懷 欲為什麼改換成心部啊 在心裡頭愉快愉悅啊 或者換成下面的心部是左邊素心房 因為他這一天好多都換步手嘛 因為這個才敢換 不是給他亂換 對不對 他這一科全科人的這一篇文章 你有領據的 不是我要二少 因為你用譽比喻 像一般的翻譯 我是很少看人家參考資料 看你們答案大家一個資料 可能都看網路來哪裡 不能在心中明白 課本好像也是這樣寫喔 我忘記了 不能在心中明白什麼 講得通嗎這種翻譯 為美染習人心感自由 未常不靈聞皆道 看到這些他們興起感觸的原因 都會很難過 他興起感觸的原因是什麼 人生有限嘛對不對 人 你再厲害也要死 所以他會難過 就像我們這個藍庭聚會也要上會啊 天下無不善的句 驗喜跟你的生命也是 心裡很難後 不能在心中不能明白 明白什麼呢 這種翻譯對嘛 然後這樣全天下都要接受 你爬就不會送嘛 對不起不過錄起來 對不對 大學是講道理 為什麼硬要我接受這種答案 找不到就存疑嘛 你不能說就是這個 除非大家都找不到答案 就接受這個答案嘛 這答案你們就是受這種教育 被打壓 該找真理真相了 不是人家給你一個 我給你的答案 你以為不要信佛是講道理啊 你找到一個更好的答案 我就拜你為師 你的答案是對的 我的是錯 事實上不是我是老師 或前人的答案是對的 是不是 講道理不能明白什麼 不能明白文章 你不能明白文章 你怎麼知道他興起感觸是什麼 你當然讀懂了嘛 對不對 不能明白什麼 什麼講不通啊 或是不能表達出來 表達出來原文哪裡有出來 人家是欲知與懷疑是在懷裡的 你把它從懷裡表現出來 反方向了 根本都不看原文自己在那亂猜 因為講不通了自己再來 好像我心裡有難過 無法用言語形容 有沒有 我聽到我就跟他亂動 因為他忘記這裡 換一下部首不就通了嗎 你看心裡頭不能愉快 就完全的通了 所以我們後來講 心裡頭沒辦法得到療癒嘛 你那種不足的心情 揮之不去嘛 就是完全就是這樣啦 不能愈之餘 或者不能超脫愉悅 那個知代名的知代 超脫這個街道的心情 以前我那個未嘗不靈魂街道 我這種揭傷感嘆難過哀悼的心情 沒辦法超 沒辦法跳出來 愉悅也出來 跳出來 所以他可以換成挫肘旁的魚 或者竹字旁竹羞的魚嘛 對 我們說你不要愉悅這一條界線喔 是不是 愉悅的這一條縫性 是這樣才能 你說我怎麼找到他啊 所以方法都交給你 我也是這樣讀啦 我也 我如果看這些藏口資料 我會讀出這種答案嗎 我還不就大家不能在心中明白 就這樣教你們 你看有多少不負責 然後自己就這樣教你們 你看你們自己都說 以前讀過藍庭集訓 怎麼還會考成這樣呢 我敢給你那個分數 就盡得起錢 我剛剛才講啊 不是我給了就算啊 你們那麼乖 你可以去抗議啊 這好像每一分 我都要想人家來質疑我的時候 我要怎麼講得出來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啊 是不是 那經得起考驗 不是偷雞摸狗 啊得過且過 早晚會撿湯對不對 那就是為什麼陽光法案可貴 就這樣 就喜歡黑幕 紅中秋暗 對不對 人家不知道 我 反正你是我學生 我要怎麼整理 就怎麼整理 對不對 我們才不幹那種事 我們是關門正道 我們永遠想到 哪一天有人來質問我 我要怎麼經得起床 我今天早上在睡覺的時候 聽到外面 你家裡今天都講點鹹話 這個是鹹話 剛剛那個不是啊 我今天會講一些鹹話 鹹話不是真鹹話 因為我們接下來會上海行嗎 你要知道怎麼去品味 讀人生 為什麼學國 要讀生活 今天要在上課行 那時候聽到外面有貓在叫 很久了啊 我發現很久了 以前貓都在外面打架 有沒有聽過那個聲音 我本來以為是人在叫 結果不是聽 原來這兩隻貓在叫 我就在那兒祈禱 因為我學佛 你們知道 我說哎呀貓菩薩 不要叫啊 你叫了你要小心 因為他們在幹掉的時候 一定兩個各一隻貓 不會想別的 你在幹掉你要小心 因為我還在睡覺 你也有人在睡覺 只要有人討厭貓的 他聽到了 哪一天就把你抓起來 會叫狐貓隊來找你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這樣勸他們啊 他們才會聽啊 當然我是心理圈 可是這一個故事 讓我領悟到什麼 就這樣就算了 人生要去讀 當你在跟人家幹掉 你有沒有想到 上面天上有什麼神在看你啊 今天貓在幹掉的時候 他都沒想到 他上面有更有能力的人在看他 你弄到我不爽 你就擦上 把你整對不對 那你今天哎呦 我人過得很爽 人外有人 萬一有耶 我們不要講迷信 萬一呢 就像那個貓在吵的時候 他絕對沒想到 有一個討厭貓的知道 他就慘了對不對 或者不討厭人 還有貓外的世界嗎 他兩個在幹掉的時候 他會想到人嗎 那樣人在幹 不要像選戰剛過 誰在抹灰怎麼樣 或者兩軍兩個國家在撕殺的時候 他還想到人外的世界 可能有一個更高級的東西在管他嗎 有一篇 有一個暢銷的書 不知道現在還暢銷的書 叫蘇菲的故事有沒有聽過 一個哲學的科普的書 講西洋哲學史哥 他是用小說形式寫的 他就會講那個 在我們所知的外面 有沒有東西現在哲學也好 科學也好都無法證明了 沒有人說否定外面 我們讀這篇藍金吉利 他也是探討這個問題 在死亡界限的後面是什麼 誰看得到 今天上山就是剛剛上來之前 我剛好看到一個人停車在那 看台北本地 我會領悟到一點 哇今天視野不錯對不對 有時候雲霧比較大 或者煙霾台北市 就看不遠 今天可以看很遠 雲火台那也蠻清楚 可是領悟到什麼 你看在遠看得到死的那一段嗎 不要說看死那麼遠的事 連明天會是怎麼樣 你都看不到 對西方第一大哲 蘇格拉里來說 我唯一知道的是什麼 我是無知的 我是無知這件事是我唯一可以確定的 其他我都不敢說我知道 太厲害了 他那時候沒有說太陽繞得地球好 可是那時候的教會 迫害哥白尼和切利略的時候 你說地球繞得太陽好 我會把你抓起來對不對 最後切利略也是這樣死掉 然後加利略也切利略 以前我們是學切利略 還好變成加利略 可是現在真的地球繞的太陽跑嗎 那也是你在某個角度看 他是這樣 你知道嗎 大學也是找生理的地方 人生你看我們難得活著幾年幾十年 甚至百年 那你在幹嘛 這些動物都不能想的事 像剛剛講那個貓咪 我們有這個權利 有這個能力必須 我們比動物可謂是在這兒 是因為你是人 林欣雲 那你都不肯去想 魂魂惡惡這樣過 是不是 像我們剛剛講選舉的意思 我問你藍田局勢有幾個人要讀 連你們都不愛讀 高端讀大學對不對 愛讀也不會考那麼爛 我們攤開 要不然我們講中心話 那為什麼要讀 這個東西可以用選票決定的嗎 叫全台灣 像最近不是公投 要不要廢除藍田局勢 我相信蓋掉了一定很多 這用我們公投嘛 懂我意思嗎 有些價值不是用人數多少決定 它有價值是人類普遍認為 那就是有價值 今天要不要學蘇格拉里 公投絕對都該反對 對不對 因為不想讀書的占絕大多數嘛 不想增進自己的能力了 想要渾渾喝喝一聲的 幾乎占絕大多數 可是人類如果被這些人主宰 人類文明還不算嗎 是不是 你今天為什麼可以享受手機 就是那些在玩不好好讀理工組的同學 他發明不出來嗎 你今天可以享用手機 就是那些在土讀那些理工 喜歡理工是不是他一直研發 一次發現一些科學原理對不對 你今天不愛讀書的 不愛求學問 你會發現什麼新的 人類文明永遠停止在那不是嗎 這些可以多數 也像你們現在同一班同學 有幾個用功在課業上 是不是 可是你不要小看不用空 不用空不表示他對任何事都不認真 我是以這個為比 可是絕對性 我是講 假如你對什麼事都不認真的話 這個人類 可是通常不認真的絕對是絕大多數 假如用選票決定 來看 那一個沒有 拿一個用選票決定 軍人以後當兵了 可不可以放假 大家一定的投票可以放假 軍人為什麼不能放假 所以憲法說 喔 保障人民自由 又加上學生 軍人沒有自由 還要付個爛書 學生可不可以放假 大家誰不要放假 這個可以投票 大家要不要繳罪 今天一個證件說 大家不要繳罪了 來投票 一定都投不繳罪的 誰要繳罪 這種能夠用投票決定嗎 不繳罪誰幹 是不是 李毅廷 蕭毅欣 有的同學 所以說考試 你們馬上把那個 那個叫什麼 引民的印象分數 為什麼以前都9899 後來就那個歷年都 考完試才幫你 9899 考出來可能才40分 甚至30分的都有 可能是這樣 你這次怎麼願意 但是我包庇他啊 平常為什麼對他那麼有印象 可是我相信我一定會怕他這樣 一定他也是真的很認真地上課 那怎麼會這樣呢 學到哪裡去 這次來學習的 不是來上課的 參加節目錄影 你要吸收經得起考驗 土得出東西出來 對不對 黃雅雲 不是來 很認真聽 要聽到哪裡去了 不知道 一節 我再跟他講 這… 國人的 錢 黃銘 熊 邊瑞 陳彥均 還有一個剛剛沒說的是怎樣 你也許寫很多 可是很多可能是我上課 或者實境修都講爛的 那是我的 不是你的 像我為什麼叫你們要解釋要翻譯 你們以前學都只背翻譯 所以我現在特別強調解釋 可是有的同學解釋了又不翻譯了 可是有的同學解釋翻譯之後才發現 他翻出來的根本跟他那解的不是通 或者他解釋好像看起來都很厲害 他都背了 翻出來的就不對 表示都不是真懂 重要是手針手針要真懂混不過去 你翻不出來只會背那些字 我好像寫了很多 我知道茂林修竹是修 那有的同學寫什麼 今天老師我上次跟你講 茂林修竹修 旁邊寫一個修行 或者選修必修 你看得懂這是什麼書 那你怎麼可以寫這個答案給我呢 你當然要講這是選修必修的修 選修必修就是我去做 我們這些叫讀書 讀書也是做一件事情 他是選修必修的修 你不能去光寫個選修必修 帶回茂林修的讀書嗎 茂林 不是那個是修系視野的修 選修必修系啊 這什麼意思 還有選修的必修的 講清楚不能這樣 這樣都是看了是你有讀書死 那你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問嘛 你根本好像這個篇文就像剛剛講的 大家投票要不要讀藍金修 我沒錢 你也不喜歡 你根本也不想管他到底講什麼 不想管他們是你家的事啊 可是我要把關的是 你要真懂他講什麼 我才能跟你交通過過關 是不是 對啊 你不想懂 那你改題字嗎 以後歐文課廢除或怎樣 對不對 這就回到剛剛的問題 你交公投一定 大家還到大學了還上國文幹嘛 這些東西是不能公投的 是不是 我是沒差 當然國文老師可能有國文老師的利益 他怕失業 我是沒差 可是換一個 其實如果國文老師都不怕失業 國家敢承受到大學 不接受國文教學教育的那個後果嗎 不知道 人家政策 他考量是考量這個 不是以喜好考量 什麼都喜好 來決定的話 哇 是不是 大家不要讀書天天玩不是最好 就把它上去脫香 你看我們滿清末年 我們前面那個朝代 滿清末年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 滿清末年大家也天下太遠 假如沒有八國靈心天下還是這樣爛啊 我們清朝是最好的一個朝代 怎麼說 你看前面那個朝代有一些其實明朝也還好 至少清朝有沒有出現秦始皇這種暴君 沒有嘛 也沒有水煬帝這種 沒有耶 清朝沒有一個皇帝是越代人民的 甚至後來抽鴉片什麼的 那假如沒有八國年輕人來打 大家糜浪過日子不就好了嗎 可是被人家欺負才發現 是不是要用通了 人類的現實就是這樣 否則大家何必來讀書呢 就是碰到讀書的 哇不讀書的被欺負了 只好被奴隸才知道讀書的重要 是這樣 不是讀書人說讀書好 誰愛讀書 大家誰不愛玩 因為老師愛讀書 你們老師是誰不是選這牌的 千萬 有人沒有考其中牌問 或者沒有寫資訊 我們都不是一四定江山的 你其他都能補 只有一個不能補 齊末考 因為齊末考占40% 你沒有0分40%0分 你是決定不可能及格 你及格我就耳回了 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明定 早就跟齊末考 齊末考你過來是鐵定就不行了 其他都可以補的啊 是不是 顧凱進 好 加入 域君 一開始我要跟你介紹過 我們平常 像你看 你們上課來不來請假 也都是很易的 平常不好混 可是考試就不好混了 加成 打擾一下 你看睡覺的我還要跟他說我打擾一下 可是我必須給你第一分不是要扣你分 要給你們沒睡覺的交代嗎 是這樣 可是你有來一定都六十分起票 那可能 當然現在不算了 現在因為沒在上課 都算講神話 至少不是真正在上課 你那個可以暫停嗎 像假如我沒講話就可以暫停 空檔那麼多幹嘛 要想不想看那個錄影的人那個 是 斯嘉 偉倫 平常好混 就是你要過關 而不是混就過去了 平成 天平 死贈 順心 這一次選舉 我後來看了一下那個公報 所以剛剛我為什麼要補上那些 你不知道人家不用工 又瞧不起人家 不是喔 就像我們在介紹那個 中文英女社的時候 你看人家他也不是太大 也不是阿福 他太大了耶 對不對 那我師大了 我大學是師大 他還大學生 他還沒讀書是不是對不對 他是大學業 對啊 所以個人成就看自己 你是出生 這一次我看那個選舉公開 才發現你不信你回去找 有幾個台大的阿福的 哇 很多什麼基礎學院 什麼以前那五專有沒有 都出來選啊 叫你投票給他 你自己看他們的學歷 因為他那個不能造假嘛 造假被人家踢爆了他的場 對不對 你去看不是柳頭柳臉的學校啊 這些英雄不怕出生機 不要忘記了誰 對不對 也不要瞧不起那個 不愛讀書或不讀書 我是講這個 是說假如你是真正 不愛讀書不讀書不用功的 要知道的是怎麼樣 不是當然 不要公看表面的 事安 是說明明的柳經理 對不對 之前不是跟你們聊過 第一卡上面的 啊這個老師怎麼樣 不是老師 我就說 我先拿出來看 請那些留言 敢不敢PO他自己的事卷 經得起檢驗 是不是 不要在他放話 然後 除非你很有內容 再來指教這個老師 怎麼樣怎麼樣 自己都不讀書 然後呢 反正老師好像是你的誰灰了 順我者 倡匿我者啊 我就是討厭你 我就不喜歡 對你有什麼好處 我們的緣分也就這一年啊 我說一句現實你 我也沒有你討厭我 我就不教你 你把我的本事學去 有什麼不好 對你有什麼害處 是不是 即使你討厭我 對不對 我教你了有一次怎麼把你國文能力把它提升起來 真的看得懂嗎 是 怎麼看這一台不聽話 那久了還修不了 怎麼那麼細 另外一間教室才剛修好 因為這一台就 我如果有打三角形的就表示改錯了 有點還原喔 然後寫一個方框裡頭有數字的 那表示九陽成功定幾招 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到 如果你想到一些答案你有沒有想到再回二度 別忘了終極招啊 帶回去 上下文講得通嗎 講得通你要解釋一下啊 你不能丟個答案給我 讓我自己去想啊 是不是 你看題目就跟你講 要好像老師上課教學的樣子嘛 如上課教學然 你看我這裡也用文言文 因為 這太 那麼窄我能寫幾個字 這才說如上課教學然 這個然不就是你們課文裡頭有的什麼 快然是屬的然 快樂的樣子對不對 叫快然嘛 所以然就是的樣子我就會用啊 所以我這說好像上課教學的樣子 那這裡不能打的樣子三個字 我就用個然字啊 這樣不就打進來了 學了要用我也是這樣 如果我學然情緒這樣 沒人叫你要讀中文系 或者做王熙史 學的是用你的語文 多一些語文 一些字可以用 以後誰知道什麼時候要用得上 對啊 可是你假如不知道這個 以後然的樣子三個字 打不下怎麼辦 你就可以想到 用一個然可以表達 自然的然 有人還是把這個字 然解釋成自然 當然是錯吧 是是自然自然 如果然是自然的話 你可以說講的然有自然的意思嗎 沒有啊 然怎麼可以解釋成自然 自然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自己那個樣子就叫自然對不對 別人沒有干涉 對不對 所以他那個然還是各樣子 自己是怎樣就是怎樣 別人不會影響 誰叫自然 像女孩子太美 人工美女 是不是就是人工去動手術 自己生來就是那樣是不是就叫自然 對啊 所以那個然還是有樣子的意思嗎 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然當然不是自然啊 你不要說很快樂很自然 對不對 這就是考慮什麼 你自然這個詞你沒有弄到 所以這裡你看他的 本來單字想做詞 你覺得自然 你沒搞清楚自然 自是自然 自然 那個然還是得樣子 跟這裡然是一樣的 對 有一題 要跟你們講一下 這是什麼 第三個幾乎沒人答對 第六大題第三題 課本導言 導讀中 所以就是這樣 就像叫你們抄疑爾 不抄疑為什麼 題目都 題目見都不肯認真看 還認真看什麼 對不對 課本導讀中 說言 末是 你看還用銀號給你引起來 他說了這句話 請問您是否贊成這樣 這樣是哪樣 代名詞 生活的那樣 為什麼 這樣是哪樣 我是問你 死生為一同商同壽嗎 那外面框的那個單銀號 末是為妄說 這是幹嘛 公行孫欸 那我前面講說課本導讀說 這個課本導讀這四個字這種 也是說心酸的嗎 代名詞要找對對像 你怎麼回答我說 死生為一我不贊成 我是問你課本導讀這樣講 他這樣的說法你贊不贊 他說 他說這句話什麼意思 順便考你有沒有讀導讀啊 他說來 你其實後面是反對 排斥裝置這種說法 導讀這句話你覺得怎麼樣 對不對 這上課有時間修 錄給你們 有跟你講 課本這樣說法 表面上看是對 實境上欸 王羲之真的排斥嗎 王羲之自己是不是就做到了 死生為一了 你看你現在還得讀他的文章 不想讀 不想考還得考 他就好像活了 冰魂不散 他比活的還有power 是不是 你活的誰鳥你啊 這死生不但為一還翻轉了欸 死的人比活的人大 是不是 何況是唯一啦 通常是死生比活大嘛 生比較可貴 對啊 這個好像死人還比較可貴 王還要讀死人的東西 所以他自己本來就做到 課本這個是沒錯 表面上他就是 像導讀裡頭講實寫虛寫 對不對 他實際上寫的是排斥 哎呀本來就知道這些事隨便講 可是心理上他其實已經接受 所以他後面接著後之四經 由今之四行 後面的看現代 也像現代看現代 我後面的人跟現代人子不同的人 那他怎麼可以說是有呢 三個世代不同世代為什麼 他也知道是有嘛 衰死由生嘛 裝子也不會笨到 像有些人還回答說 我當然不贊成生死為 生活的多好 活的就是活的 死的就是死的兩件事 廢話嘛 所以教你七星大法你不會用 那是科學讀法 你為什麼腦筋就死在這一點上呢 腦袋不准到文學去呢 人家講的當然不是 我活80歲 我們才舉金庸的例子不是嗎 金庸90走的啊 還剛走李瑤80多啊 可是金庸曉得你愛小說的 他當然比李瑤大嘛 你多 你如果愛李瑤的話 李瑤雖然少活10年 他也許在你心中的價值之後 比金庸了 所以他是從價值去看 不是從生命長短看 看事情的角度變了 結論就會不同 那你那個大方 為什麼你寫很多 我才給你兩分三分 就是你根本就是 就像剛剛講的 每個人都很有自己的意見 可是在發表意見前 就不去想我的意見 是很優質的 想得很周全的還是怎樣 現在民主一個弊端就是 喔可以啊 不讀書的都有意見 都有民意啊 是不是 所以我才剛剛跟你講 好有民意大家都投票啊 我們都廢除國文課嘛 大家不要上學啊 大家一起玩就好啊 每天花天酒地 誰不要這樣 誰覺得上班上課好啊 人類生活可以這樣過嗎 這可以用選票決定嗎 誰敢 我願意啊 還敢啊 誰敢付得起這個 所以有些事情 看不同角度 這個是有些事情 要用選票決定 有些不行 不是放諸四海 就像你剛剛講的 對生死 生死死 好像放諸四海接種 可是換個角度 也許就不是這樣 宗旨當然是換個角度去講 最後王羲之也是換個角度 他就說 雖然我死了 可是後面的人看我 好像我現在看的 所以以前人雖然死 他跨越不了死亡接種 可是他留下了作品 讓我看 我看到他就好像他活了 他在文章裡我沒有寫 可是讀得出他這個 我也做到 那最後不是說 後自然者讀我的文章 亦將有感於詩文嗎 他喜不希望他的文章也流傳 他做到了沒 You make it 這是要寫在文章裡嗎 這叫虛寫 對不對 你腦袋永遠在停留在科學語言 當然就 我認為課本講這樣是對的 就沒有別的答案 我沒有否定課本這樣錯對不對 是不同程 這不同角度 腦袋不要死在一點上 變一個腦袋很簡單 叫你們讀如何想得去呢 不肯讀下學期語言語言人生 寧願做頭腦簡單 四十八 然後或者 腦袋很頑固死腦筋的 大家都這樣 台灣會有什麼未來我不知道 真愛人 每天常常愛台灣 然後大家都做懶惰 大家愛懶惰 每天花天酒地嗎 幹嘛那麼憲哭 那麼上鏡幹什麼 對不對 直接不希望沉淪 輕輕鬆鬆自自在在 幹嘛 像你現在不喜歡讀書以前 被爸媽媽逼 以後有孩子你還不逼他 為什麼要陷入這種輪迴 要找出做這件事的價值和意義嗎 不是變成那種被動的 或著就要請你來做 沒有出來 好我等一下上課過一半再點名號 先休息吧